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 《闯出人生好业绩》 作者是一位超级业务员 曾经创上上百亿的业绩 然后透过这本书 他想要告诉我们 业务的能力不只是推销而已 也不只是成交 更是一种人生思维 可以帮助你在重要的时刻 度过人生的大小难关 无论你是不是业务员 业务力都是人人需要具备的能力 那今天这集节目呢 我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本人 陈诗慧来接受我的专访 那先请诗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诗慧 很开心瓦机可以 就是他愿意采访我 我真的太开心了 因为诗慧姐是我长期的听众 然后刚刚在聊的时候 觉得很有缘 尤其他也在科技业工作过 就很多很有缘分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诗慧姐 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诗慧姐 让听众朋友可以更认识 那诗慧她是来自云林的乡下小孩子 她从小就被老师认为是 可能是问题学生 但是她靠着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大学 甚至她也完成了出国念书的梦想 那接着她就进入科技公司 担任业务员 从业绩挂零 到成为百亿订单的这个超级业务 那后来呢 她试着自己创业 但是遇到创业失败 还背负了债务 人生跌落谷底 可是她后来竟然又东山再起 靠着这个波段投资的 这个投资股票方法成功翻身 那现在更成为了一位斜杠创业家 跟畅销书的作家 所以呢 在这本书里面 我就想要问一下施惠说 你有提到小时候啊 你的个性是比较内向又比较自卑的 这个形象我觉得跟业务员那个距离好远哦 我以为说业务员应该是要那种很外向又活泼的人才可以当 所以我就想问你说 你的求学过程中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让你后来决定想要成为一位业务员 我想我看到这个问题都觉得说 这个问题很特别 应该是很多人的心神 那其实没有人从小时候就说自己想做业务员 因为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 业务是很被看不起的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个工作 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 而且我是业建部的 那业建部那时候我要去 我就想去进去电子业 那是1997年的时候 1997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 那时候台湾刚帮IBM做Mathball代工 在台中草屯环店这样 然后每个人台信条 大家都想进去里面 他又需要一个业务 其实我做这个面试的过程非常辛苦 就是其实很多考官 他其实真的不是想要酸你或是什么 很多人都觉得 他可能给我难堪啊 那我可能就不开心就走掉 其实他有时候是一种测试 我记得在面试的那一天 我面试了三个小时 然后有什么很多人都来面试我 因为他其实那天面试好几个阿迪 都是那种台青交 那业务要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他们要的 因为他跟我讲说第一句话就说 你外文系怎么英文那么烂啊 你为什么要练外文系呢 你为什么不练气管锅吗 你知道你要来这边做业务 其实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 其实不能下来就说我是一个 因为从小的环境告诉我说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要自己把它吃进去 所以我还是笑笑的 然后他们不管跟我问什么 我都都会回答他们非常好 然后我告诉他们 他们就说他们感觉是不会用我 因为我各方面的背光都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件事我一定可以办到 就是说你只要交办我的任何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而且我学习地很快 我跟他说我煎过蛋饼这些 那你看我就录取了 所以从这边来看说 这是因为从小的环境 造就我们这样的个性 就是说小时候刚才 我已经提到一个 我真的其实连Burple Month不贵 因为印尼县没有上过幼稚 然后去我记得是台北仁爱国小 这里有没有仁爱国小的听众 然后一去老师就考那个Burple Month 当然我真的是考零分 而且我觉得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是 我每次考零分 到第三次我考零分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直接把我隔壁同学的考卷拿来 直接一次老师考实题嘛 我就把他实题的答案背下来 然后在第四次考的时候 我很开心 我就直接把实题写完交给老师 我还是考零分 那老师就觉得我可能有问题这样 对 所以你说这个自备个性内向就是 因为我这样的个性 导致我一直都很不顺 所以老师就把我安排跟一个 那时候同学是有小儿麻痹的 然后没有人要跟他坐在一起 我就跟他坐得很边边这样 但是反而让我学会跟他相处 就是因为我比较社会的基层 那很基层的话 我慢慢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 反而会觉得自己很自在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业务也不是这么来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那时候很开心上了还店 但是我有一件很伤心的事 是跟父母亲之间 就是我很开心跟我爸妈说 妈我可以上那个还容电器 然后我妈 你怎么那么可怜 就是你怎么那么可怜 业务就是在什么推销房子啊 保险这些 那我就告诉我妈说 这工作其实很难得 但是我觉得做房子车子跟保险业的业务员 应该更辛苦 所以我想要我很尊敬他们 因为业务真的很好奇 可是那时候我很好奇说 像你说有比较那种内向或自卑的那种感觉 它是它不会影响到你说 之后你在业务上面的表现吗 就是你怎么样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这个其实都一直出现 其实我刚从国外念书回来 大家可以看我书 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存的钱 那去国外念书 那时候我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会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 那回来之后其实我也还没有这么外想 那我还记得就是先做批语 那其实我就是很一般的一个人 那我的第一个工作 我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到我有业务特质 但是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环容电视 那时候我的客人是从美国过来 其实如果很多跟我相处的人觉得 我不是一般业务那种非常什么 嘴上添花很会讲话那一种 我应该是很诚心诚意的让你知道 我的优点跟缺点 我现在如果不好我好 那如果你真的好我也是真心诚意 不好的话我会跟你说 没关系我们可以怎么做 大概就是 因为乡下人有种热忱的心肠 无法怎么跟你说 但是我就是抱着这个东西来这边 那第一次我刚开始做PM 其实也不是业务 就是我帮我们公司做的Sales Manager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那时候从国外回来来 2011年那时候公司还没上市上轨 那公司的Manager都是男神 我们荷兰就是国外有Sales 是欧洲人 我就是帮所有的Sales Manager做后段 然后可能他们需要什么产品啊 什么服务啊 我都会帮他们做好 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喜欢我的 大概只是这样 所以这样其实并没有什么 好的什么业务特质 所以从这边可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业务力这件事你不要想的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本业务的书 其实我这本书是要告诉大家 不管你是有什么特质 你是不管是任何人 就像瓦基尼 看瓦基尼这个品牌可以做这么好 其实我猜啦 你可能也不是很外向啊 喜欢多说 你是一个很比较内敛型的人 你也可以做很好的 其实就是业务力 其实也是Sales 因为你把瓦基这个品牌定的很好 如果我看你那个笔记的线上课程 你说可以到4000多人 不是每个人可以造就这样 一定是你有定位到某一群 你喜欢你的TA 他们就是想上你的课 然后你的课又很扎实 你有你的专业 这也是一个很好业务力的表现 对 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也蛮有共鸣的 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可能会讲说 业务这两个字 就会觉得好像是某一种刻板印象 可是在你的书里面 我发现你讲到的是更多不同层面的事情 虽然说是从业务的角度去切入 可是他谈的例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心态 或者说一些比较像是软性的技能 像是你说协助当后勤 可以支援这样子 那些有些好像都是在业务上面 都可以有点像是相辅相成 或者说发挥它不同的纵效吧 那我想要问一下说像你在书本的一个核心精神是说 你认为业务的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 那因为这个可以帮我们翻转人生嘛 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当一个业务他不就是要帮公司推销产品 那把东西卖出去吗 那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啊 为什么我们也需要学习业务的能力呢 那如果是例如说是哪些能力 或者是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这些能力其实是在生长的背景开始 我先说这一句话可能 我觉得瓦机会拿出来可能是 大家比较会有误解的一句话 所以拿出来说什么 这个公司好奇怪哦 什么没有的东西也要卖出去 那其实在一般公司里面的话 他会比较面对就是说 RD跟Sales 其实可能我们公司有个背景 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因为公司呢 有RD部门跟Sales部门 那在一般公司里面 他会觉得说 Sales会常常说RD东西做不好 所以卖不出去 对啊 那RD会觉得说 我东西明明就做很好 是你业务不会卖 那其实 因为像台积电以前瓦机带的地方 是半导体厂 里面是RD技术非常的好 那其实业务可能在台积电里面 是比较maintainless的 因为你客人都很大了 你就把这个客人maintainless好就好 可是对于一个很小的公司 业务是一切 因为我可能要身兼素质 就像自己当老板一样 我要去开发客人 跟客人讲订单啊规格 然后又要回来跟RD学东西 又要告诉公司说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产品 所以业务真的是身兼素质 那尤其我们公司 比较特别是 我们的业务因为 后来跟RD有一些 就是参与fighting这样子 所以最后 我的老板变成RD的头 所以呢 这个 就是说其实每个公司 都有不同的文化 那我那时候 因为我跟老板说 我想要做这个 ZetaBus 其实这是中华电信MOD 那时候在十多年前 全台湾就有两个公司 会做都很大 那所以我会跟他说 我们公司没有这东西 我做不到的 可是 其实我是一年百亿的订单 那我想拿到这个订单 那老板说 如果你厉害的话 他才会说这句话 说Zeta只是一个 企划 觉得你又在找借口了 因为公司那时候 也没有多少营业额 所以他会说 那如果你厉害的话 那你就去把订单找出来 你自己去达到这个目标吧 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好啊 你既然这么说 我就这么做 因为这个训练怎么来的 我发觉到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小时候的背景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可以做到百亿订单 不是我是一个业务的关系 而是你看我小时候 我记得 为什么我出国念书呢 是因为感情上的关系 在大学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煎蛋饼 其实我现在没有任何大学同学跟我联系 因为我非常边缘跟角落 那时候我记得 就算会有喜欢你的人 你也觉得很自卑 不想去跟任何人认识 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 我很难堪破烂的一年 因为你看嘛 一个大学生早上去煎蛋饼 晚上去当保姆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其实还蛮自卑的 对 所以那时候一直到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一个喜欢我的男生说 就是在毕业之前有面试到环店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不错吧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可能可以交往这样子 那刚好隔天是毕业典礼 然后我就 我妈妈跟我爸爸就上来 参加 你们的毕业典礼我是老大 我们家有三个女生 然后我爸妈超开心的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黑头车长长 从我前面这样过去 然后他把窗户拿下来说 诶 陈思慧这样子 我就想说 是他好开心 我就赶快把我爸妈 跑跑跑小跑步 拉在我爸妈说 诶 你好你好这样 因为我妈妈就是想想说 诶 你好你好这样 可是呢前面那个其实是司机 然后他们就头也不回就走掉 就这样走了 然后我妈说 我会这样子 就是老人家会这么觉得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真的是太没礼貌 我就想跟他退了这样 就觉得不用再交往 我觉得我ok 其实对于一个很自卑的人 如果有人这时候这样对你 你会觉得说那就算了 反正我就回到我小小的角落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他 呃男生都会有去当兵嘛 然后我还记得 那时候他说诶 诶 陈思慧我有肯清慧哦 你要不要来看我一下 我就找你这样 我就说 其实不太想去 可是他说 他就只有找我一个 我想说你应该很可里面去看你吧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很熟嘛 然后我就去肯清慧的那一天 哇我看到他们全家有什么 爸爸妈妈 哥哥嫂嫂媳妇 都来咯 然后呢 我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很开心的拿着我的名片 就是环容电器业务给他看 他竟然 就是说 这句话 其实我妈很爱我 我妈很疼我 我妈这样跟我做事 她联系我做业务会很辛苦 没有人看得起你 这件事是 像我妈妈的心事 她跟我说 那种感觉是 妈妈疼喜女儿要受苦的 可是 他们说了之后 你这些业务是 是瞧不起看不起 轻蔑你的 那没有多久呢 他就出国了这样 那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 我一定要出国念书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认真存钱 我记得 再加上另外一件事 又冲击到我 我觉得我总不认识到富二代 为什么后来叫老公 叫一般人 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 刚好我们同一梯进去的是交大 然后他是阿迪 那时候 可能也觉得蛮欣赏彼此的 然后 后来过了一年 也是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 为了想出国念书 我做的不只还念工作 我六次去当梅雨老师 就外人现在教梅雨这样 那时候我一心一意 一直想出国念书 没想太多 后来呢 隔离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好吧 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那时候 你又觉得这个不错 观察一年也不错的时候 他跟你说他要出国念书 除非 除非你可以出国念书 因为我们家有家族企业 我想说怎么又来一次 然后我就说 我没有办法这样 结果 他就这么美了 虽然最后他们都有联系我 可是因为 刚开始对我的伤害太大 这就是为什么 变成我一个业务力 就是生存力 我必须讲 业务力是生存力 其实不是我想要做业务 而是真的遇到这些问题 于是我那时候就蒙起来 不要说加班 我就住那个员工宿舍 是跟很多生产线 作业员一起住 然后是木板隔间 那夏天的时候很热 那夏天的时候很热 我就把水泼在身上 一直吹点木杉 晚上睡着 然后我就吃公司用公司的 然后存了钱 可是后来 我为什么想在投资上做功课 是因为 为了要出国念书 那你看我好不容易出国念书 那因为我钱不够嘛 我就有存百万而已 其实我觉得3.0对我来讲 可以存百万也很感谢 可是还是不够 因为英国那时候 是1比60的英镑 不是像现在1比30几而已 非常贵的 那其实我可以去申请到更好的学校 可是因为我没有钱 在英国念书的话 它好学校是 比较一般的学校多两倍的钱 我根本一年300万我真的付不起 于是我去找那个 一年大概150万付钱 那我就去找那个 最近做那个查尔斯王子的 那个威尔斯 Ebrisways的学校 我想说 没关系啦 但威尔斯跟查尔斯王子 那边也蛮开心 我就有那种浪漫的感觉 因为他在威尔斯 他其实是蛮偏僻 所以他学费可以比 只是我钱还是不够啊 于是我真的是非常天真白色的想法 是想说 没关系 那我就把一些钱拿去买顺大玉 顺大玉那时候股价 他是那种凤梨有土地的 凤梨罐头很有名 然后他有很多土地资产 那时候我对股票完全不懂 我只知道 我那时候把BOSS拿起来 他说买一张顺大玉 220嘛 224我记得 他说送一张顺大玉 其实配股的意思 可是我并不知道说 这样配之后 股价其实是会 就会折下来 我完全连这个观念 都完全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一买他 结果我要讲 下学期的学费的时候 才发现到说 哇 他变地雷股 我就没有钱可以念书 所以我那时候就 你看 我那时候其实对的 在Avery Swiss 他有很漂亮的威尔斯 那个大虎 就还没觉得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那那时候就有两条路 要嘛就回来嘛 那你要继续念书 你就是借钱嘛 然后我真的就直接哦 那时候晚上隔天 我就直接到 不知道怎样拿来的力量 因为我要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我说 你一定要救我 就是你知道 人在很无助的时候 他就是求神 我觉得这是一个 精神上的力量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佛教啊 什么的 就是觉得说 哪有小孩啊 我们从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败 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 在乡下的小孩 就是把这股力量拿出来 然后呢 我就直接走到Avery Swiss的街上 Downtown 我就直接走到Burking 跟他说 你可以用我吗 我没有钱可以交学费 就是说 非常自然的一个流露这样 他们说OK 就真的OK啊 我那时候 好感动 快哭出来 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是没有钱 我就是用那个 Pasta加盐巴尺 然后到那边之后 我觉得我上餐 都可以吃得很饱 因为我可以去一次 然后就是把自己喂饱 再回家这样 所以 由此可思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 业务力不是说 一定只是业务 它可以在做 生活上的各个方面 不过那时候 很缺钱的时候 刚好我也 因为这个转机就是 那时候我就 一定要借钱 没有借钱 我是没有办法完成学费 我也很厚脸皮耶 其实 我有个使命感 我觉得 我想要完成这个学业 帮我们家就是 光媚扬名吧 就是 我爸常从小都跟我讲 我记忆很深刻说 我们到的小孩都没得到 这个成绩都很烂啊 让他很抬不起头这件事 那其实我那时候 是抱了一个使命感 我觉得 使命感可以让一切 不成功变成成功 因为你因为使命感 你会觉得 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做这个是为了 成家的家族 不是我这个是为了公司 我这个是为了孩子 那我发觉到说 我有这个使命感之后 我超认真 超努力的 所以那时候就问啊 看谁愿意借我钱这样 那刚好 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 他真的就借我钱 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的老公 我老公其实 那时候也是在怀念 可是 那时候他会到怀念 是因为 他家有经济问题 然后家里经济 发生很大的事情 所以他回去 他们家欠很多钱 可是 他那时候竟然 愿意拿30万给我 我那时候就想说 奇怪啊 你当欠人的钱 那么多钱 他还债都还不完了 为什么他还可以 拿30万借我呢 那我觉得这是真爱 我回来就觉得 那时候的我 觉得自己太穷了 30万还不起 我直接嫁他了 然后你可以知道 那像我很多朋友就说 思惠你30万都嫁人 你那太胸了 就是你怎么那么便宜呢 对啊 那我就想说 其实现在的女生 你想想看 我都没有想过 她后面欠了她 那么多钱 我只想要说 她那时候 没有钱可以拿30万 比那些有钱的男生 还真性情多 这才叫真爱 可是嫁了之后 我就必须面对现实生活 是我们真的没有钱 这件事 然后我必须自立自主 因为我孩子生了可能 也快两岁了 我妈还来带孩子 可是我们其实是住在 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那一个家 我每次想到那个家 我就会很感动 因为她陪我15年 就是一名中学 那竹北很旧一个区 然后那条路上 中华路上 有麦当劳 什么 那时候我一个月租1万 我就想干脆买下来 是265万 然后我里面 把它装潢 花了快百万装潢 就是想把它装得很温馨 那我的孩子 跟我妈妈感受到 我满满的爱 所以你看嘛 你说很多人说 房子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只要适合自己就好 那我也不用去 看华富贵说 我一定要买多少房子 我觉得有多少钱 就做多少事 那人生踏实就好 这样 嗯 我觉得是因为你刚刚讲 这一段听起来 好像轻松邪义 或者是感觉很生动活泼 可是我要跟听众朋友 大家说 就是我在看你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有展现那种 完全不愿意放弃 然后那种绝境求生 一直是 有点像你 所有的招式 你都一定要用上 就是你绝对不会放弃 那样子的一个 算是很执着的一个心态吧 你刚刚讲到那个使命感 就是你觉得 可能是要争那一口气 可能是要证明自己可以 所以我觉得 你在书里面有好多这种故事 有那种被人家 像你说那个前面几段感情 讲得很让你受伤的那种话 我觉得那很多人听到 可能就一蹶不振了 或者是有些挫折 可能有些人碰到 就会停在这边 就觉得说 啊这不是我的 我可能过不了这一关 可是你在书里面 不是这样子 你在书里面是 每一关难过 然后你就关关过 然后你刚刚讲的是 好像是一个回顾过去的那种样子 可是可以想象得到 你当时在那一些情境之下的 那种状况 一定是很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再帮听众朋友们挖一个宝 就是说像你在那时候 在当业务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那种每次就是说 像你要出差 可能到国外啊 可能到客户端那边 你要跟客户去谈判价格啊 谈判交易的时候 心里面会不会很害怕 就是很怕说自己没有做好准备 然后可能担心客户会问一些 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 那你会怎么样去克服那个恐惧 你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每次出差前 我都会跟我老公说 哦我真不想出去 我觉得如果出去拿不到电单 老板可能就不要我 这恐惧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做业务必须做两面人 就是老板端跟客户端 因为比如说我们公司是做 无线网络的东西 我可能对WiFi很熟 可是今天我Daphne 我说我想做MOD 因为那时候想说 这个量这么大 我看到市场去判断趋势 可是老板干嘛 花资源到我身上 而且这不是公司要 而且他还要花产线要投资嘛 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回来 必须跟老板说 我们有订单哦 那个谁谁谁 那个那么大的公司 你看他们一年可以拿几百亿 那我们会有订单说 我们一定要做这产品 然后我们公司的RD不会做 其实我们是做13次才成功 国父革命11次 我们做13次 每次我做出去都被客人打枪 就是说你这不对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什么 我要跟客人一直道歉 一直道歉 所以道歉完之后呢 我又说我们做得到 所以我每天都活在那种 非常痛苦的深渊 可是我觉得 那时候我想到的是我孩子 因为 我觉得是因为妈妈让我 做业务这件事 可以变成top sales 我要感谢我的儿子 其实我儿子是跟我穷起来的 因为我记得 有一个案子是 我刚开始去做PM的时候 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就是 那时候老板呢 做PM的话 就是support很多业务 那我很认真 我想要在工作 非常的突出表现 我就是不回家睡觉 我妈妈常常都觉得说 你那些人都没回来睡 你是不是要照顾小孩 就说我为了不想照顾小孩 所以她不回去睡觉 其实我很想我儿子 我想我儿子 其实是我想要赚更多钱给她 然后 那个我很认真做完之后 我很开心的把东西寄出去美国 结果呢 没几天我突然一到办公室被骂到臭头 就说我本猪头回家中天好了 这句话当然我常听到 可是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就是说 其实我很对是不对的 那如果说你要针对这件事的话 我很笨这件事情也没关系 因为我就是把它做好 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太多了 可是那一天我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实在太痛苦了 我觉得 我人生没有这么用力过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 心里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让我觉得我超痛苦耶 可能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可是我就是很在意 因为我就是很 很认真付出我已经 付出这么多天 没什么睡觉也没回去照顾我儿子 那我那天 就在厕所哭一哭之后 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 我就出去 然后我去带我儿子从幼稚园下课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儿子呢 他也不知道妈妈今天怎么样 我就牵着他 然后到我们那个祖北有一个公园 他第一次我记得那个是翘翘板 然后我想说 他那么小不知道会不会玩翘翘板 就把它放上去 他很开心 他露他两颗牙齿 然后他对面的那个弟弟 可能是幼稚园 可能大班吧 因为他是小班 那他翘翘彭彭彭的笑好开心 我竟然一边笑一边流 对就没事了 竟然就没事 因为我觉得说 我做这件事其实为了儿子要开心 我干嘛自己那么难过 我经过了这件事之后 我变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有任何的困难什么 我就不怕了 那我会想说 这个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说我去业务的时候 我去美国好了 其实我第一次去美国 然后我就是 因为客人不认识我 我记得这个客人很大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就是那个电信公司的系统整合厂商 你知道电信公司不可能跟我们买 因为他的产品像MOD 里面有软体硬体是要整合起来的 他是全世界最大 帮欧洲的很多的电信公司做 都是从他这边生产整个设备出去的 那我第一次去那边的时候 客人就说 我好不容易打电话 然后有一个人愿意见我 因为这个名片有四张 是从离职的业务留下来 因为我没有客人户嘛 我就去筛选我手上的客人 那虽然我很小 但是我有个特质是 我只是选最大的 就是我筛选 这跟我投资股票一样 就是我的客人很少 一次就一个 投资我也是一次就一次而已 但是我会做最好的准备 做最彻底的分析 那我确定你是我要的目标 你就是打死我再所 我也不会退的那一种 所以我很拼命的晚上打电话 很多客人就挂我电话 或是不理我 说你们什么公司没听过 没听过没听过 然后他们反而会告诉我说 我现在我的厂是谁谁谁 但是我一听 他们都比我们大百倍 很多很多都比我们大 那我在书里面有一个 业务实例有写到说 其实这个不是 你一定要当业务需要 就是说你平常需要 我就说 你有点是不服输这件事 让你不要嫌自己太小 那我记得 有一个人愿意见我 我就很开心跟老板说 老板那家谁谁 老板说 这么大公司会理我们吗 我说会的 既然有人说要见我 其实我那时候超天真的 人家说要见你 也不是说要跟你做生意 他可能想说 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吧 你有几经两种 类似这样子 但是我很认真 我真的很当真 我做万全准备区这样 那一去的时候客人就说 你在哪里啊 然后他看我年纪轻轻的 其实我那时候有做妈妈 大概30岁这样子 我就说我住在day in 我跟你讲 day in是美国最便宜的hotel 因为我们公司不大 那从坐飞机啊任何的 我都是自己租车 都是自己订啊自己来的 所以我们家的旅游都是 住住旅行就是这么来的 好那 他说你住day in 可是那个某某公司 他们都在我公司旁边 是一个office 里面有20几个人 然后都住在这里 那你以后是会留在这里吗 我说没有 我可能几天后 我还要赶快回台湾做事情 我没有办法留在这里 他说那除了你还有谁 我说就我一个人 他说可是你连rd 谁谁谁都没有来 那是谁要跟我谈规格 我说就我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住 那么tour的一个hotel呢 就是day in很烂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啊 然后他就说 别人至少都住holiday in holiday in 大概是day in多 100多块美金吧 我说因为我想把钱省下来 可以做更好的服务给你这样子 你看就是说 当我们就承认 我这里面有一些个认输 跟归零这件事 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为了对方多大 然后我就把自己变得 一定要多高尚啊 什么高富贵什么 其实你就勇敢的承认 我就是真的就这样 你就很open你的心胸 让他知道说我有几斤两重 其实对方反而会觉得你很诚恳 然后呢也愿意给你机会 因为他觉得说 你也不是一个很多花招人 结果客人那次就给我产品规格 其实产品规格也没什么 一个产品规格很多厂商都可以做啊 尤其我们又没有做过这产品 可是他那天给我个规格中 回去就很开心的告诉老板说 老板我没有机会了 他有给我一个rq 而且上面产品规格 然后我就开始跟rd讨论说 这东西怎么做 那是我们刚开始讨论 可是我其实在这一次的出差 我第二次带rd去 其实那一次rd跟 因为我们真的没做过 然后跟客户在讨论规格的时候 其实蛮upset就是蛮伤心的 但是我觉得老天也很奇怪 他就是在你不可以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东西 让你觉得你好像会活下来 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个习惯就是 我不想浪费任何时间 因为我每天要工作的东西太多了 我一心要引进来 所以很多人听到在那个 美国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我都会最后一个走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再拍 等飞机回来这件事情 有两个rd跟我去 就是讨论一个硬体rd 一个软体rd 然后他们会听到那个final call 就先去等那个位置 那我就一直留在VIP室 其实我那不是VIP 就是一个你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 类似航空公司的VIP室 因为我常常飞飞机 飞了太多次 所以是自己生成成VIP 我没有多花钱的这种 那我在那个VIP室 我要走的时候竟然看到里安 因为那时候有 我知道他可能要回去台湾领奖 那时候是他拍那个拍少年日期之前 里安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导演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然后我看了他很多片子 因为我喜欢那种很内敛 有那么安静力量的那种电影 就是可以让我去回归我内心世界 可以去探讨我自己的电影 然后我看到他你知道他超温和的 他就眼睛默默的看着我 好像给我鼓励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那时候超委屈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然后我还很开心的 这样跟他靠一下 然后拍一张 他OK 我跟你讲 那一刻我就得到力量 我回去就跟阿丽说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谁吗 刚才看到里安欸 她现在要回台湾 然后我还带着阿丽说 你们想不想跟里安拍照 就戴在在 然后又帮阿丽跟他们拍一张照 阿丽超开心 我就跟阿丽说我们一定会成 要不然老天爷总不让我们看到里安 电影那个三年后拍下的时候 他得奖 然后 我的SETABOS 一个刚好而我 所以你说 这个是不是冥冥之中 还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太想成功了 然后我就会去设想 身边的一些人事物 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给自己心中更多的力量 这样 嗯 这样我下次等飞机 我一定要最后一个上飞机 我后来有遇到几个 还有那个什么 施政隆喔 就是我都是这样遇到他们 后来我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遇到几个名人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这样 哦 但鉴定这个心 我每次都这样 这个是搭飞机的小诀窍 对啊 不知道欸 我是自己是这么来的啦 OK 那 那刚刚你说那种克服恐惧那种感觉 那我在想 因为其实当业务啊 一定会常常遇到很多 就是被拒绝 或者说像你说刚刚挂电话什么的 那种被客户刁难啊这样子 那你会用什么心态去 调试这种心情啊 就是 因为我知道说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不喜欢被人家拒绝嘛 可是业务好像会常常遇到这件事情 那要怎么样调试那个心态呢 第一点齁 我觉得就是 呃我觉得会害怕被拒绝这件事 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不够 对因为 我们人很正常齁 如果你的恐惧是大于相信自己的话 那你就 那你就 会害怕 那我这里在这本书 我有写一个 这是我自己画的 就是里面你看到图景 都是我自己用电脑打出来 这是我真心的 就只有一招功夫而已 就跟投资一样 因为很多人说 诶 Daphne为什么你投资可以赚钱 什么 我说其实就一招而已 真的很想就是 实际要对嘛 你怎么知道实际对呢 那投资的实际对就是 当你看到外资一直会前来台湾台币生死的时候 你再放检进来 那别的时间 你可能看你爱 就是不要那么重点了 就只有这一点 那其实做业务也是只有一招 就是说 诶你可以让你的使命感 然后大于这个恐惧的话 那你就会有执行力 你就会成功 所以你只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说你的使命感 那使命感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 听起来好像好难 使命感好像很伟大 其实使命感很简单 使命感就只有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我城市会 我的使命感是 我想要有钱还房贷 这就是使命感 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 因为上市柜的时候 营业的压力很大 那我一个使命感是 因为我的RD都陪我做到半夜 两点三点 六日也在做 不回来睡觉 如果我没有订单的话 那RD就没有崩落 是因为他陪我打拼 那我怎么可以对不起我的兄弟呢 那我的使命感是 我希望跟我一起做SETABAS的RD们 他们可以有奖金 然后可以回去 给他的老婆交代 然后可以带孩子出去玩 因为他们已经好多天 没有休假了 这就是我的使命感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使命感有多难 其实他就是为你身边的人 为他们着想 给他们多一点东西 那如果你有使命感 比如说好了 客人去拒绝我 我就想说 我是为了公司 如果公司呢 他营业额高一点的话 那我们公司呢 就可以发更多钱给人 而我有钱可以还房贷哦 就这样 那我就很OK了 就是客人不管怎么拒绝我 我一直是在笑来说 那如果这样我就把这个公司 再改一下 或者是说 那我就问客人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产品 有什么缺点 因为他现在的产品 也不是我的嘛 我有点就是慢会抓重点 我就说 那没关系啊 我这个 我回去改进 请问一下你有什么缺点 你就会想说 想要为你的使命感做一些事 然后再把要死掉的东西 就是 肯不肯成功的东西 再把它弄回来 就客人就会想说 哦 我东西散热有问题 随便一句话 可是我会当真耶 我就回去真的把整个铁盒啊 散热片什么研究 那请阿莉研究 那我们就成功了 其实这次已经第13次 因为前面被客人拒绝了12次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被拒绝多少次 可是好像每次被拒绝的过程里面 我的处理方式就是 我让客人感受到我的真诚 我被客人拒绝那么多次 就是客人还愿意一直跟我合作 然后感情跟我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有不OK 然后我会去更多的沟通 那我这本书 我教大家怎么做有效的沟通 就是说 你一定要针对客人想要的东西 最正下样 然后去解决它 那客人就会觉得说 你真心为我着想 那我跟客人感情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其实中间成功之后 当然还有后续是说 他可能觉得我没有出过货 因为他有跟我讲说 今天我出给美国电信好了 AT&T什么的 如果东西有问题的话 他会被赔很多钱 可能赔的这个钱 都比我公司一业额还大 那你们公司赔得起吗 对 那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是 他说的是真的啊 其实客人没有算我 因为我会去理性的想说 客人只是就把他实际真的 他会遭遇到的问题告诉我 所以我必须慢慢的一步一步 让他对我相信 然后鉴定他 觉得我可以 所以我是从慢慢 小小的一些round 让他证明说 我们品质OK 服务OK 慢慢上来这样子 嗯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使命感 好像就是有点像说 我们常常被拒绝 就会觉得那个人 是不是在针对我 或者说那个人好像 我自己不行 或者是我自己很挫折 可是刚刚你讲的使命感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 我们会把这件事情 可能跟其他的东西 做一些连结 例如说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同事 或者说我们的公司 我们身边 跟我们有关系 我们在乎的人 如果跟这些关系 再去形成一些连结的话 好像这个使命感 更能够帮我们去克服那些 这种看起来好像是不如意 或者是看起来的一些挫折 对我觉得这一招好像 的确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不是只是用那种小技巧 而是用那种比较更远的 或者是跟人家连结 有关系的那种感觉 去用使命感 来帮自己克服这些难关 刚才瓦金你有讲到一个重点说 负面情绪怎么办 你刚才有讲到这个 我记得有一件事就是 负面情绪的转念要怎么做 我在里面有讲到 这个情绪ABC 就是说其实一个事件 不会让你心情难过 是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才是真的造成你情绪难过 其实我要讲一个例子 是书上没有到 但是真实的 就是说我有一次在 因为第一本书是非常的畅销 因为那个书名是 四年赚四千万实在 太出风头了 那我的酸民很多 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上雅虎TV直播中午的时候 结果那天直播 有十二万多个人上来 那我其实 对那直播这么多人 那当然下面就很多留言 那我儿子那时候是高一 比较高一比较懂事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 然后我儿子一回来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妈 你那个中午那个很热 很多酸民留言 我说我留什么 妈他们说你会有钱 是因为 你不要脸嫁给富二代 然后我这个 对对对 就是说我就是因为 嫁给富二代才有钱 他说我看起来 就是不像一副那种 很穷 还说什么小资女 我真的是小资女 可是人家就是说 因为我在节目里面 讲到一句话 就是大家对我误解 就是说 其实我的房子 就由小换大 就慢慢换到大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 就是那种买房 可是他们以为我是草房客 所以他们觉得我就是 嫁富二代去睡棺材 还好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时候其实心理有点不好 因为我其实被误解了 但是我没有说 但是我的表情可以看出来 可是你知道发生一件事吗 我女儿就说 妈 爸 他就直接转向我老公 妈人家说你是富二代 我们家好了 不是 然后我那时候就笑出来了 就是说 女儿竟然觉得 我老公是富二代 其实我跟我老公 我们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反正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就是白手起家 这样子慢慢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天哪 一个这么不好的事件 只是因为我的看法 突然我儿子跟女儿不一样 我的情绪就不一样了 后来我就 常常把这件事放在 情绪ABC 放在这个 我遇到任何事情 就先来想说 你跟我讲的这个事是什么事 那我的看法可以有两种看法 一个是正的 正向情绪跟负向情绪 那我后来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了 就OK了 就没事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管用这样 OK 我觉得这个好像 我之前也有一几集说书 有讲类似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会先停下来 先 就不要直接反应 就是先听一下 或者说先理解一下 然后你可能会留一个缓冲 这个缓冲可能是让你去想说 你可以有不同的回应方式 或不同的这个感受的方式 然后你再选择自己要哪一种 好像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就是你有一个缓冲 让你自己做决定 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刚开始蛮难的 因为很难有理智 尤其是像我这种 我是比较快的那种 就是我的做事结构很快 因为我是个Sales 常常到前方 客人一来我要反应很快的出来 所以情绪会很自然的流漏 可是这个是需要经过训练的 我觉得 因为我女儿的这件事 让我可以更训练自己 就像瓦迪 我觉得瓦迪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所以做得到 可是对于刚才一般人 是需要自我训练的 对 所以这个关键我觉得还是 就算是大家好了 应该都还是透过自我训练 或者是一些方法 还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想要特别传达的是这样 就不是说什么 有些人天生就比较会 有些人天生比较不会 而是他是可以后天 用一些方法去做训练 对想要跟大家 就是传达一下这个讯息 那最后的话 我想要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题 就是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 他正准备要踏入职场 或者他想要成为业务员 那他们想要转换跑道 就是这些角色 或我们这些身份的话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讲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觉得是有毒的或有害的 他们可以不要听 例如说有人说 业务员就是要有嘴滑舌 这种可能是有害的嘛 这可能可以不要听 那你觉得说 要成为一个好的业务员 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不要听 就是 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想消灭我们 因为业务的特质就是 业务是供给型的 所以你会受到的责难 真的是比较多 其实老实说 世界上有八成的CEO是来自业务 因为业务必须出去开奖屁 所以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业务的话 第一个想要知道 就是说当别人对你毒舌 是想要消灭你 不要让他称心 我都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 就是说 很多人会 像我以前主管会说 你猪头啊 你回家种田 其实他没有别的意思 他会这么讲 是当下他的情绪 他其实还是希望你在公司工作 因为你真的很认真 如果说你有看透这一点 那有时候有一些人 会对你说出一些很尖酸刻薄 其实我以前在工作上 说为什么要给Defany 这么多资源啊什么的 那我会觉得说 你就要必须把这些放下 你就想说 如果你真的按照他想的去做的话 那就称了他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称对方的意义 那就是我们继续做 我觉得坚持该做对的事情 就是相信自己 然后给自己赋予使命感 这是最重要的 OK 谢谢思惠姐给我们的建议 那最后的话 如果听众朋友对于 要成为业务员 或者是投资理财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哪些地方找到你呢 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自己有 城市会破断里程 是我的粉砖 我为什么会叫破断里程呢 因为我太喜欢 那个照年拍的日记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 就跟他那一部电影一样 就觉得说 其实恐惧就是那只老虎 我看那一部片子看了几次 就是觉得说 那只老虎太好 他就是你内心的恐惧 可是只要我们可以 克服内心的恐惧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会变得 无敌的强大 所以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 那城市会破断里程 有YouTube频道跟FB 那我还有另外两本书 第一本是闯述人生好业绩 那第一本呢 是那个叫做 四年四千万 我是知道这个名字很显赫这样 但其实里面讲的是很多很基本的 就是你投资需要有的基本观念 我是从总体经济跟财报切入 对我不是那种技术线型派的 但是是比较长线的这样子 对谢谢 OK 谢谢思惠姐的分享 那我就把刚刚她提到的资讯 整理在节目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再前往参考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一个段落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 读出心得还有好处金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经常感觉忙得喘不过气 然后行程不要满到爆炸吗 不要担心 我们需要学习的是 在忙碌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策略性的停下脚步 摆脱瞎忙 为自己和别人创造出白色空间 那你想要学习怎么做到的话 欢迎前往这一集的说书 留白工作法 我会跟你分享 为什么我们要刻意留白 我们的时间 到底都被谁偷走了 我还会讲一个 跟团队成员沟通的小诀窍